电视剧《龙日一你死定了》将于12月7日播出 该剧由人气演员邱赫南、侯佩山等主演 那么电视剧《龙日一你死定了》主要讲述怎样的故事 剧中感情线是怎样的 不妨一起看看《龙日一你死定了》全集剧情介绍 近年来 大IP热门畅销小说改拍成偶像剧的势头 越演越烈 作为目前多数80、90后的青春爱情启蒙故事 《龙日一你死定了》系列小说发行至今 销售突破600万册 此番魏哲明将上演男主公之一的龙海一 作为剧中的万人迷 他生性温柔 礼貌周到风度难 待人煎舞 尽显身世风度 而剧中一袭白大褂的衣生 装扮更是迷倒万千少女 对于《龙日一你死定了》 剧中人选网友也是各输己见 魏哲明本身清新阳光的高颜值外貌外 也是实力兼备的演员 与剧中龙海一的角色不谋而合 也引得网友愈发期待该剧 《龙日一你死定了》主要讲述了龙日一 以及她的家人和同学 在贵族校园发生的青春校园爱情故事 下面一起看看 《龙日一你死定了》全集剧情介绍 继《恶魔之吻》热销之后 再度亲情奉献的 姊妹片在郭县依狂追金唇熙的同时 在笑乖乖女 回家大变样的恶魔猎手的超级军师张敬梅 在心情极好的一天早上 却摔倒在本城高中 那个家里超级有钱 性格超级嚣张 脾气超级霸道的万人艳大霸王 龙日一的脚下 更加不幸的是 还被留下了摔倒的证据 照片一张 百事不爽的晕倒 竟然也没换回照片 为了维护张家的荣誉 为了维护时事淑女的形象 心不甘情不愿做了 龙日一的奴隶 只要想到以后 单纯平静的生活 就要被她搅得一团糟 在她的阴影下 再也看不太阳月亮 甚至包括星星 忍忍忍 张敬梅终于忍无可忍 在受够她压迫之后 我要摆脱龙奴隶的厄运 龙日一 你死定了 静美看到她和韩之河接吻之后 收到她的第一条短信 居然就是要跟她分手 没想到她竟然失忆 把对静美的回忆 加到白语儿身上 静美唤醒了她 事情怎么变成这样龙日一 龙海一 这对兄弟竟然都喜欢静美 哭泣的雪山 受伤的龙日一 死亡的龙海一 失明的汗魔 难道爱静美的人 都没有好下场吗